你吃过没有 最后放上香菜香油 还是带你那么热闹 首先把这五花肉先切一下 切成片即可 因为那不能用春色肉的 因为这个 全把五花肉这个油炒出来 吃了香 所以说做大回来 首先就是五花肉 把这个老豆腐 切成片 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用炸肉的豆腐感 那样吃螺丝更香 现在这个季节 大白菜并不好吃 但是这个花菜 可比大白菜的口感好得太多了 最好用收拾 把花菜撕成大块即可 加入点海淡 再弄点稀好类 香菇 切点葱花 姜末 这个无需切打算 这分料是泡来一个毒药子的 春红的分件 给家里拿来的 准备点酥热 切好的五花肉片 葱姜 豆腐 香菇 海藩 白菜 收原料准备起 准备开火 葱姜末 葱姜术 少是无需分之后 加入点 麻椒 即使用用 把麻椒 享用油炸的牙齦 炸到上来 下会儿一会儿 用照理 把这个麻椒 捞出 有点不要 把五花肉倒入锅内 开始变炒 把五花肉变炒出颜色发白 变炒出多余的油脂 这样肉吃出来 粉儿不腻 糖 也够浓 够香 放入葱姜 大油 继续扁炒 扁炒出葱姜味 加入上菜用的老虫 继续 反炒一下 加入高糖 如果没有高糖呢 可以加入 不要现在自然炒 大火烧菜以后 倒入白菜 海带 豆腐 香菇 等配菜 随后 把泡过的分点 也倒入里面 如果你用的不是 寸昏昏腻 建议最后 吃肉来放 因为这个分点 实在吃着太紧了 所以得提招 放入里面 放入烟 我已经激进 自然洋 护脚温 进行调味 不习惯吃 我已经激进了 可以不放 护脚温 有去腥 增强的作用 少放一点几颗 在大火烧 大火烧过以后 改成小火 慢骨 就行了 这是 煮着三分钟 吃肉 因为这个 冲锋 分点 需要煮的 时候比较差 所以我煮了八分钟左右 才准备 才出火 老人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大火烧 做的怎么样 感觉 你喜欢了 就给它点个站 点个馆 转发手上 平等一下 相承 干净安排吧 筷子 你这筷子 可以让它打回来 这分点真正的寸鸿子那样 老子两年大 过年时间给大火烧炖了二十多分钟 几分 嗯 这还好紧 胖子还好紧 相承的朋友 赶紧安排吧 你看 得行不得 可命看 天真了 嗯 再见哈